当地时间18号是伊朗一年一度的建军节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 伊朗当天在多个军队驻地举行阅兵式 展示新型武器装备 庆祝建军节 受新冠疫情影响 参加近年建军节阅兵式的军围装备方队 没有徒步方队 无人机 装甲车辆 电子战设备 国产导弹等装备 在首都德黑兰的阅兵式上亮相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 伊朗军队当天展示了三种新的导弹防御系统 这些系统可以摧毁包括巡航导弹在内的 各类低空飞行目标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示 伊朗在以色列及其盟友面前 增强了防御和威慑力量 这使得敌人利用军事力量 对抗伊朗的阴谋无效